Ryo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KOTD5 沙漠之王5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冠軍戰 Miper對上黑啦 這場比賽我覺得也相當精采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雙方文明是選擇了 凶人跟薩拉斯人 凶人這個文明一開始是不需要蓋房子的 而且馬功相當便宜 而且距影投石機的命中率還要加30% 所以在巨頭戶頭的情況下 這個凶人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他最特別的能力應該是掠奪者 可以在馬舊產他的寶兵 達拉漢騎兵 達拉漢騎兵的一個特色是打劍竹特別快 只要把他想稱騎馬的劍勇 就差不多了 馬功路線的凶人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他一樣有遊俠還有大衝刺 所以比較適合走全馬舊路線 比較適合他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他是他的可以出那個駱駝 駱駝 駱駝血量是遊戲面最多 可以高達170D血 而且他的奴隸兵可以使用 所以這場是有點 康特到 VIpe這個文明的感覺 因為我們剛剛說這個凶人 主要出馬舊單位 騎馬的單位會比較多一點 剛有他的駱駝跟奴隸兵 都很適合打凶人 但是薩拉斯人經濟不太好 所以他可能會需要一點 一些經濟好搭配 做一個後期的一個選擇 因為他前期雖然也能打 但他前期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公兵的 這個不攻破牆戰術是比較好用一點的 那其他方面他沒有太大優勢 而且他中期經濟很容易輸人家 前期也是啊 不管前中後都很容易輸 所以最後一點是需要靠玩家的 這個薩克森的一個判斷 去打出優勢啊 就強軍士之類的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兩邊的打法吧 那黑拉這邊是選擇了前期二幕開局 那最近黑拉有說他認為前面三幕開太多人了 他覺得要早點上封建時代其實要更少了一點了 大概兩幕就可以了 那他說可能你點到封建時代之後再去補第二個伐木場 然後下四到八個人撐九個人 好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黑拉最近 也不是最近啊 就是這幾個月一直在講的事情 那我自己實測了一下 二幕開真的是非常極限喔 但是他可以上到封建時代是更早一點的 你看這邊薩阿森人 都沒有任何經濟加成喔 還可以十七批上 就知道黑拉已經把這個遊戲越玩越極限了 這個越早上封建時代確實是越好的 那白婆我們來看一下他臭名是不是是幾批上 十八批 慢了黑拉一批喔 那這個打法是會很極限 可以打兩種方法 一種是直接打肉嘛 一種是打棒棒開啊 那他沒有前線直接 如果他蓋伐木場的話 就不會是打棒棒喔 因為棒棒會更需要更多的木頭 早期下這個均勻的關係喔 那如果是雙伐木場的情況下 就很有可能是要直接打馬舟 當然這樣木頭有點不太夠 而且還先點了一級伐木的關係喔 所以木頭這邊沒辦法 第一時間就下了 下這個馬舟的關係 所以待會馬舟出來會跟Biper差不多時間點 那Biper這邊第一時間還是下了這個馬舟 反而是黑拉這邊點一級木的關係 還有點這個房子 所以導致他的馬舟沒辦法這麼好出來 這邊馬舟可以蓋了 OK馬舟下了相當極限 Biper這邊是比較早一點的 因為Biper也不用蓋房子的關係喔 所以木頭需求量可能會變那麼的吃緊 那黑拉這邊稍微小圍了一下 那目前看起來 黑拉的地圖並不是非常好 雖然狗子在後方喔 在前行算是會蠻舒服的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會變成重要打擊 但這個金晃處還算是偏後面的 還能接受 至少不是在這個正前方就還行 那Biper的話是果子在前方 這更難守 Biper這個圖比黑拉更難守 但是金晃在裡面一點點 算是好守的 那相對來說的話 感覺是Biper的地圖是比較差一點的 好 那黑拉這邊直接拉了一個超大直線 哇這個有夠長 那這樣比賽我也不知道結果的 但是我已經知道誰贏了 最終誰贏我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就稍微來預測一下 這邊的打法吧 這邊是選擇了四級 一個四級 這個四級 早點下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四級非常便宜 只要75木頭 解陰百木的關係 早點下的話 可以由一個打法式 直接賣掉石頭 然後轉出木頭跟石我 然後直接大爆兵一波的打法 這邊要稍微微一下囉 牆邊被打了一下 但我蠻好奇他們比分是多少 因為我沒有看到所有的比賽 我沒有去算他們到底別幾場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 打了幾場 喔咦 這邊Biper打得很有優勢欸 這邊 唉唷差點拿到一村欸 所以剛剛有點猶豫啦 要不要追這隻村民 剛剛其實應該要硬追才對的 Biper這邊剛剛是猶豫了一下 還覺得要是先打架比較好 這裡槍兵直接也是互同 好 黑拉結果這邊 打一個轉手 圍攻嗎 本來是想要打一個極限落馬 讓對方以為自己要打快攻 結果突然轉起開農路線啦 唉唷太狠了黑拉 這個打法確實讓Miper有點尷尬 因為Miper這邊投資了四隻肉馬 而且他應該是有預測到黑拉會想要打快攻 結果沒有 那結果薩拉森這邊直接賣掉石頭了 哇靠真的賣石頭啊 我的天 賣石頭買資源 OK是買賣一波了 那目前看起來黑拉的想法有點讓Biper措手不及的感覺 Biper是不是有點覺得很難打 我覺得看起來偏難打 因為薩拉森這邊靠買賣上去是很快的喔 哇靠原來黑拉是長招啊 這一招我看到有點傻眼了 這個真的有料 這真的有料 非常有料 哇靠 他大會有可能15分就點封建時代了 是有機會囉這個 再補個4級 反正我4級便宜 有可能嗎15分點 看起來有點極限喔 沒有辦法 16分還是比較正常一點 因為人投資了這個 射箭場的關係喔 所以沒有辦法那麼早上 好射箭場蓋好 人在15分點吧好像可以耶 賣了200木然後買 100肉 上去嗎還是直接等肉 等肉收村 15分鐘上 哇靠15分59秒 哈哈哈哈 黑拉太狠了 薩拉森打一個極限 上城堡的極速速成 因為他維持的意圖喔通常就是要打支撐 所以MIPER剛剛沒有硬打這隻村民真的是有點虧了 哇一村都沒有抓到 MIPER非常傷 唉呀 這個 尷尬了尷尬了 MIPER這邊要追上去有點難追了 剛剛弱馬出4隻 然後還有出小弓 甚至聯姻幾次都點了 這裡上城堡時代大概會拖了大概快1分到2分鐘 看這邊肉量現在才要上 差了大概50%了 哇尷尬了尷尬了 MIPER這個打 好像真的要出4啦唄 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這邊會怎麼走 好 HERA這邊直接雙射箭場然後出 雙靶場出小弓 好 待會一到城堡時代奴兵出來直接開射 好 MIPER墓場直接會被射爆 會不會直接被秒殺 好 這邊稍微撿出一下 好 升到城堡時代的HERA 直接拉了6隻弓兵出門 弩兵也要升級好 這邊弓兵再等一下 好 那MIPER這邊也上了 大概差了1分半 那這邊可以考慮喔 直接開TC喔 但是雙射箭場的情況下是很難開的 所以開TC會再稍微慢一點點 或是直接上這個彈道學 有可能 要不要下個大學呢 現在我覺得下個大學還不錯 不一定現在要開TC 好 那這邊HERA走出來 這邊點二級伐木 OK 射村民先 刺猴也過來 擋個漏盾擋一下 先射對方刺猴 好 繼續打這個墓牆 那裡面有工兵了 要 要繼續打嗎 往右側打 OK 工兵再繼續 再續個一波再走出來 這邊工兵想要攔截出來 集結的工兵 但這邊HERA很聰明喔 在家裡集結之後才出來 這邊數量上直接有優勢開打 直接射爆了HERA 一村兩隻 喔 欸這個VIPER並不可以 三隻換兩隻 而且還在數量劣勢的情況下 還換到兩隻蠻賺的 好 VIPER這邊集結點有點尷尬 工兵直接被集火 但數量上VIPER現在是有優勢的 現在工兵雖然夠多 這邊繼續走 但騎士過來看起來燒涼掉了 當然HERA一定會秀工兵秀到最後一刻 他不會這麼輕而易舉的把自己工兵給送完 OK打到最極限了 突然被打回去了 MIPER居然用一些少量的兵就守住了 那還好沒有傷到自己的命脈 農田稍微被小亂一下很接受 這裡補一個大學 這裡是補大學吧 對 這個時間點喔 兩邊補大學的話 誰有彈道學 誰就優勢非常大了 好 好 那這邊再直接按一下 彈道學 稍微斷一下工兵沒有關係 好 這邊再聚集一波 雖然來到了13隻 殺生這邊補下了一個TC OK 開始要轉 轉 轉農的了 好 好 MIPER這邊還沒有點下 反正是先點下了拇指環 先要點下射速 好 高低工兵撞劍對方 好 當然黑拉這邊還點下了易防 對方工兵對射 但是黑拉彈道學已經好了 這邊可以開始秀對方了 黑拉最喜歡操作了 這邊操作秀對手 一定沒有問題 MIPER這邊相當的危險 沒有彈道學 只有拇指環 雖然射速上是贏的 但如果 沒有繼續接近對手 對方可以用這個遠距離 稍微操作的話 是很有可能被彈道學換光的 彈道學的優勢開始出來了 他這邊只要抖動 就有機會躲掉箭矢 那MIPER則是很難躲掉的 欸 結果慢慢打贏欸 哇MIPER這裡拇指環 居然是比彈道學還有用的嗎 會怪的 這個結果怎麼讓我看起來不太一樣啊 應該是有彈道學會比較有優勢一點啊 哇MIPER居然操作回去了 沒想到這裡預測錯誤了 還以為MIPER這邊會打輸啊 結果直接被打了回去 而且是低打高啊 低打高高低還有彈道學的工兵居然打輸 這個就是MIPER的實力嗎 好這邊薩拉森被迫轉出戰毛兵 因為工兵現在數量有點比不太上對方 那BIPER裡面有打馬共 先打奴兵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奴兵的生產 是要升到最好的情況下 成型時間偏晚 那出工兵的優勢還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要升人中性比較少 而且傷害力也足夠 好他們在修操作 先點村民 可以 可以 這局勢 兩村 三村 單刀學的優勢開始慢慢展現出來 這個戰毛兵投得非常的準 雖然還是有點炮 只要抖動的時候還是會打歪 OK BIPER這邊的工兵雖然不夠了 但拿到一些村民的優勢還不錯 只見領先了大概五村左右 好這邊2TC開一下 第三個TC可能開這個位置 已經開在左右邊這裡了 不好意思 那第四個應該可能會開這 下這個 伐木場應該就不會再開TC了 我想說你開 這樣子200木 不如再加75木 開一個TC在這裡 不是更棒嗎 對不對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好 這邊BIPER慢慢轉出了自己的馬功 但薩爾森這邊轉出了戰毛兵手家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直接上前開砍 好這坨工兵看來要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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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坨工兵? 好這坨工兵看來要送難 好再轉第二個馬就 那村民目前是由 為牌工兵領先7村 但是黑亞這邊軍隊來說 開始慢慢漸漸有優勢出來了 那這邊沒有蓋城堡有點危險 現在石頭也不夠 現在只能靠兵力防守 可能要蓋個BK會比較好 但是來不及 咦 毒靠直接被射死 哇 Viper 這邊要轉大量在毛邊了嗎 這一村趕快收 對方有單道血 這個不能讓 這個一讓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現在村民有優勢 盡可能把這個優勢繼續擴大會比較好 這邊要再補一個彩晃的地 好 馬公出了幾隻之後就沒出了 他可能意識到對方這個組合自己出馬公 沒辦法藏到太多舔頭 結果這邊直接用弓兵 馬公收掉了一台頭車啊 哇 那這邊戰毛出來就會很輕鬆了 這裡補下第四個TC在下方的位置 OK 馬公繼續秀 好 這邊騎士要上嗎 哎呀 這個要送掉了 這個沒走了 對方有單道血 哇 Viper 感覺看起來在下水腳了 兩隻騎士又送掉 雖然剛剛那個馬公換掉頭車蠻賺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 Viper不太妙 對方這邊直接前壓 這邊出戰毛確實是可以打贏 但是頭側的話打不贏的 好 這邊還是要轉戰毛兵 好 二防補下了 好 黑牙3TC運轉的相當順暢 聰明處現在是 Viper領先大約20吋 聰明領先非常多 好 騎士再繼續前壓 給對手更大壓力 好 毛兵這邊做一個包夾 好 看起來是有彈道血 有點小準的感覺 好 攻兵數量有點多 16隻攻兵 好 這邊射箭場有再補了一個 好 在左邊這個位置 雙射電場繼續補 殺身 嘿啦 潛壓城堡 這個城堡 要的位置挺保守的 但是好處是可以守到這根石頭 好 可以讓他滿面喔 有點難受 這邊進攻方面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 Viper可不可以阻止對方蓋一下城堡呢 後面兩岸偷車 可能有點危險 而且還有三隻落魄在後面防守 後面直接把對手逼退 這邊覺得要換家了嗎 這邊要換家可能有點難換 好 二防補向 哇靠 白 黑蘭已經點一下帝王時代了 巨頭開拆 3TC開農 早期上帝王 好 八十幾村就上了 好 後方 稍微攔解一下村民跟工兵 效果還不錯 但頭車過來了 那整個城堡 看起來還是要被建起來了 Viper這邊支援的量呢 稍微看一下 應該是還很難點帝王吧 哇 果然 經濟還差了很多的食物喔 大概 黑蘭點完帝王時代了 Viper還不能點喔 可能會不會有這種差距出來 那感覺黑蘭是有這邊買賣一下的喔 靠這個薩拉森的買賣優勢喔 去買了一點資源喔 然後速點帝王 這個難道也是新招嗎 薩拉森的急速體 但感覺好像也不用欸 3TC正常龍這個時間點差不多也可以 好 去點帝王 好 戰狼兵 直接被抓掉 哇 被找到一發 死了一隻戰狼 好 Viper這邊轉出打拉和騎兵 但是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能有機會嗎 雖然蓋了一棟城堡 但這棟城堡 很快就會被拆掉的感覺 來吧這邊存名繼續出 沒有斷村 好 後面有幾隻馬弓開始騷擾 然後黑蘭這邊反應挺及時喔 直接轉出一些戰狼兵來擋 然後這根箭塔也快建好 應該可以再殺個一村 好 這邊四隻馬弓挺賺的 賺到幾隻村民喔 好 Viper點下帝王十代 巨型頭十一已經產了一台出來了 好 但TC可能有點難守了 右邊戰狼兵直接擋住 左邊 右邊再補下一個城堡 不是補這個位置 補偏保守的 好 白嫖點下二級農 黑蘭這邊點下了化學 可能要直接升強弩嗎 好 這邊TC直接爆開 但創民宿已經來到差不多了 一百三十一村 但這感覺有點困難 想要出來一頭車 可以 但右側這個巨頭有點難拆 戰狼兵打到殘血而已 這邊要預判嗎 預判一下 OK 直接收掉 哇 這個青騎兵一直出來送啊 好 戰狼兵直接開丟後面奴兵 好 這邊留了一些村民來左邊挖石頭 太狠了 拖挖 黑蘭外面的野精 喔 野石 哇 這個巨頭好像要跑掉了 三十一滴 三十七 二十七 收不掉 哇 結果自己的戰狼兵數量不夠多 可能連奴兵都打不太贏了 尷尬 還吃到城堡傷害 全送光 好 白魄中 打了帝王時代 打了帝王時代會怎麼打呢 先轉騎兵嗎 打了和騎兵 還是直接打這個 馬弓呢 因為現在打了和騎兵有個問題 就是對方有這個駱駝 跟菜刀可以用 奴隸兵實在是counter他現在的打法 出馬弓的話問題還不大 而且還有折扣 而且也不需要這麼多肉 現在距離侯石精互打的情況下 他還有命中加成 也不會太弱勢 但是木頭需求量就會非常多 這一次成功嗎 哇 還是燒城堡傷害 沒辦法直接映射 這根城堡要是掉的話會很危險 駿銀頭司機才剛出來一台 白魄沒有足夠城堡 可以去產更多駿銀頭司機嗎 那這樣優勢就會沒有了 打工數量沒有很多 只有12隻而已 黑拉這邊慢慢農出來 正面開農 這個應該算是世界級的比賽了吧 黑拉對上viper 而且還是正規比賽 第一名有2萬美金 第二名是只有1萬 所以viper應該也不會放水才是 感覺黑拉這邊打得更兇 而且他的兇是那種很穩的兇 並不會那種 讓你有超之過急的感覺 就是慢慢 吃毒式的那種 未毒式的 慢慢毒死對手那種感覺 還有一下 駿銀頭這邊一台反擊 命中率果然加30%還是有差的 應該可以砸掉 這一發 收掉 OK巨頭又是慢慢拿出來 但是這個巨頭沒有修起來 這邊可以再考慮蓋中城堡 剛剛蓋中間位置還不錯 但是薩拉生的工兵直接殺了進來 農田抽名直接被塗了幾隻 那抽名樹目前是黑拉 稍微落後一點點 但是沒有關係 現在重點是誰才可以 直接把對手直接拿下來 抽名樹現在不是非常重要 因為到了地獄是130村140村 其實是差不多的了 因為待會剩下的人口 都是要拿來出兵用的 好 左邊馬弓繞著過去 請起兵過來 看戰毛兵也直接回手 正面駱駝直接硬拆 距離投司機直接沒了 尷尬啦 Viper 這裡沒有任何的防守 對上駱駝實在是有點頭痛 好 Viper這邊轉出了擊兵 匈奴轉擊兵 他擊兵有點爛 他沒有三防的 匈人 喔 這是匈奴 要糾正一下 匈人匈人 但沒有關係 擊兵有這個戳到駱駝的話 就很賺 但現在擊兵數量可能要再多一點 對方攻兵也是蠻麻煩的 好 黑拉這邊要來大爆駱駝了 駱駝血量來到150滴血 狂樂還沒有點下 好 趕快點下這個銀罐之後 駱駝可以高達170滴血 好 這邊用稍微少量的馬弓 去反擊一下黑拉的鴨子 好 駱駝這邊慢慢路線進來 銀罐點下 可以狂樂有了 來吧這邊人口已經滿了 200人口 但是聰明處有點過多的關係 所以導致自己秒爬出更多的兵 153村 當然黑拉只有139 當然駱駝頭司機依舊還在拆除 四處的城堡 所以這邊擊兵可以硬上沒有關係 對啊 這邊直接硬戳 會比較好 甚至拿去戳人家的駱駝頭司機 當然如果 擊兵這邊沒有的話 駱駝會直接硬上 其實會有點難受 好 這邊直接硬戳 但是狂樂也好 血量170滴血 駱駝直接硬吃擊兵 效果還不錯 好 這邊馬弓 雖然可以反擊 但是射速 沒有像蒙古土地這麼快的關係 被駱駝上來硬打 還是有點傷的 這邊駱駝繼續追擊 viper感覺有點尷尬 只有馬弓的情況下是打不贏駱駝的 這個駱駝非常強勢 血量非常多 170滴血 直接坦了上去 viper的馬弓 直接將要被吃光 當然這邊擊兵 補下了更多數量 但是人口數已經下降到了177人口 聰明數升138村 雖然這個城堡還是健在 守住了第一波巨頭拆架 但駱駝數量還是很多 這邊直接殺到後方的經濟處 好 這裡再集結一波重裝馬弓 急兵這邊還是有點慘 沒有三防 遇到戰毛兵被打得有點痛 直接集火就11隻急兵了 好 清洗兵過來硬打 拆掉巨頭 可以 這裡又極限守住 viper持續被壓制住 但黑拉也沒有很果斷直接all in 爆兵 就是慢慢磨死你 viper這邊農田不太夠 農田剛被 踩爛一大堆喔 所以現在落淚不夠 可能還要在後面灑更多田喔 OK 有在灑 灑更多田的話會浪費更多木頭 這些木頭本來是要留給出巨女投石機跟馬弓的 先用暫緩一下 看要不要繼續出這個馬弓 好 這邊路線到了左邊 左邊巨女投石機想要偷拆城堡 但是這裡有些細其筆直接硬拆掉 白婆這邊有點尷尬 現在到處被燒了 這邊一直壓不回去 巨女投石機的數量還不夠多 想像巨頭至少要四到五台 才可以有效應付薩拉森這邊巨頭開拆的問題 但是城堡現在只有左右兩側 可以去堆疊起來巨女投石機的數量 那還是可以的話 把中間這片農田拿下來 會比較好 對白河經濟會比較健康一點 不然他現在木頭現在非常爆量 但食物依舊不夠多 那食物不夠多的情況下 對方戰毛就可以很舒服的一直輸出 馬弓一直被壓制喔 很難做到事情 那反而是黑拉這邊喔 完全沒有被殺了 自己想幹嘛就幹嘛 慢慢繼續拆 然後去賭你的兵的移動 只要賭到一次就賺一次 非常的香 巨女投石機可能要沒了 哎呀 看他數量越來越少 結果下面這個巨頭還被抓掉 欸直接卡位 喔水啦 剩下13滴手下來了 哇這個是攸關MIPER的冠軍戰 單挑之神難得要殞落了嗎 好奇兵直接走上來 硬戳 好奇兵上去戳了幾下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哇直接被射死 尷尬 哎呀 好下方這邊有少量的戰毛兵 直接塗爛MIPER村民 MIPER村民降到只剩111村 而且經濟也不夠 這邊很勉強點下大洛馬 但大洛馬需要大量食物支撐 下木頭還是有點太爆量了 好 這裡馬公稍微反擊一下洛馬 左邊這塊領地直接被消滅掉了 左邊這塊石頭跟黃金可以爽爽挖了 好這邊巨頭11數量來到了兩台 右邊 右邊那幾台有過來了嗎 好沒有就只有這兩台而已 兩台慢慢反攻 WIPER有機會嗎 好城堡血量來到2800滴血 稍微修一下 哇黑啦 強奴也補下了 直接反打強奴 打對方VIPER的馬功也是相當有優勢的 強奴配戰毛 有料 然後再配一些肉馬當肉盾 好 距離頭114台 直接5台喔 5台正面反擊 VIPER的巨頭 有 直接砸爛 我的天 黑啦這一波反擊打得非常漂亮 距離頭11血量掉非常快速 但VIPER不敢上前硬拆 因為這裡硬拆可能會導致自己GG 因為現在三攻還沒有好 現在不管是自己弱馬還是疾病喔 傷害都還不是非常完美的狀態 上去硬拆可能拆的速度夠慢喔 反而會被對方給換完 這邊馬功數量繼續在高地上 完蛋了VIPER 你的巨頭是GGG真的不夠阿 這裡至少真的要4到5台阿 才可以即時反殺對方巨頭 數量不夠的情況下 你硬拆可能還是會被對方換光啦 可是VIPER自己也知道阿 但是他就是沒有城堡 可以產這個巨頭 巨頭一定要從右邊產 產的數量太慢了 好正面這邊 還有很多的肉馬在吸一些傷害 但這邊戰毛兵 黑老在秀操作 硬點這個馬功 肉馬現在已經有2攻了 3攻有能機會點下嗎 但是VIPER是選擇了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馬功上 而不是在肉馬上 這邊肉馬直接上去硬打 這裡不管了 三七二十一 右邊直接打一些戰毛兵 正面直接硬拆巨頭 巨頭後面沒有爆 這邊還在繼續硬拆 馬功直接原地開火 射爆了黑老這邊 正面所有的肉馬 右邊的肉馬直接追擊 直接收了這些戰毛兵 正面還有兩台巨頭 應該可以拿下來 VIPER應該要硬拆了 這裡不硬拆的話肯定會出事 這一波VIPER的反打非常的漂亮 哇 這邊果然補了這些馬功是有優勢的 但是三光還是要找個機會點 但右邊城堡已經倒下 VIPER已經再也不能慘巨型投資機了 這裡可能要轉衝車來推了嗎 但沒有巨型投資機的話 匈奴的優勢就沒有這麼好 尷尬啦 VIPER 沒有石頭啦 沒石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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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石頭怎麼辦呢 沒石頭啦 沒石頭怎麼辦呢 沒石頭啦 落馬直接入侵 起兵防守 欸怎麼這裡還有一台巨頭 這個巨頭從哪裡掏出來的 呵呵呵呵 欸他後面有城堡嗎 沒有吧 奇怪欸 那巨頭拿來的 哪升過來的 還是這邊臨死之前 踩出來了 好像有可能 好 當然 Viper的聰明術已經下葬自身85村 聰明術有點少 剛剛右邊強弩已經把右邊的聰明全部屠殺殆盡 左邊聰明剛剛也是 所以向 Viper的經濟已經遠疏於Hera Hera的聰明現在是129村 經濟量一定是比 Viper好 上很多 OK 這個台層 看起來就是比 Viper好 而且還有30幾個人在發呆 這邊 Viper後面有在脫差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在收村的關係 但防守來說看起來 Viper 騷擾還是沒有到那麼好的感覺 因為畢竟自己的肉馬 還有這些打拉和騎兵 都會被殺了聖路頭給追殺 甚至是肉馬 肉馬直接追了回去反殺 這邊經濟沒有受到太多的傷害 繼續反打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Viper的村民生87村 不能再多了 好 變88村了 哇 恭喜啊 恭喜 Viper這邊 涼掉了吧 哇 我覺得 不太 不太OK 這個就行 投資機 怎麼打都沒打出優勢來啊 而且馬攻數量一直慢慢在下降 哇 黑拉這邊一直硬點喔 用戰狼兵硬點馬攻 Viper這邊雖然原地開火 但是馬攻數量越來越少 戰狼兵一直在輸出 哇 剩下25隻 不滿30隻了 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那其實很難擋住對方的洛馬騷擾 甚至對方的騎士駱駝 好 Viper這邊要補下更多洛馬來擋 但是這邊馬攻雖然已經低於15隻了嗎 14隻 好 後面硬點了一些馬攻補了進來 但巨頭司機的數量依舊只剩一台 我們來趕快修理 右邊城堡 黑拉可以直接修的回來嗎 高打低城堡 這一發下去 應該可以修的回來 可以再扛一發 再來 沒有石頭 沒有資源可以修巨頭了 沒有石頭可以修城堡 右邊城堡直接倒了 這邊很極限 但黃金已經歸零 這個巨型頭司機想修起來 也是需要黃金的 黃金這邊要打一個撤退了嗎 白河這邊村來到96村 馬攻來到21隻 但21隻還是不夠用 黑拉這邊經濟還是太好 這邊用垃圾兵 落馬加上戰毛兵 遲早是可以把VIPER給淹死了 黑拉這邊打得真是太好啦 後面也安全守住 騷擾的部分也沒有讓VIPER 讓黑拉受到一些傷害 VIPER這邊直接被壓了回來 黑拉這邊的策略是把對方VIPER的城堡全部拆光 然後自己挖下一大堆石頭 然後讓對方不能出巨型頭時機 然後就有這個城堡防守優勢 然後再來自己出肉馬跟垃圾兵 跟一些強弩 直接手下正面就可以了 哇 他這個想法相當有料 因為兇人的一個弱點就是沒有城堡 真的就是沒有攻城優勢 因為他在一個城堡互打情況下 巨型頭時機是很容易打贏對方的 但只要一沒有城堡的話就很容易贏了 哇 這個黑拉想法戰術選擇真的是有到位 並不是亂打的 我想說他這麼早上電龍時代的經濟會不會死 確實一開始有輸一點點 但是後面馬上經濟拉起來 但是一升到電龍時代 還有這個巨型頭時機的數量優勢 直接把VIPER的城堡先拆掉一些 然後後面只剩下一兩棟城堡的時候 這麼賣正面打燒了 然後左右兩邊開始正式拆對方城堡 這個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觀念 可以看到經濟 VIPER的經濟應該是全輸了 還有木頭有贏 木頭大概贏800 算有贏 15贏了大概2000 金量跟石頭還是有點輸 沒想到這兩邊經濟差不多的一個情況下 VIPER最後還是輸給了黑拉 黑拉這邊打的也是相當極限 本來應該 VIPER是有機會打贏的 在城堡時代那一波 但那一波感覺又被壓了回來 也是因為黑拉這邊是急速上 那VIPER這邊是開農關係 所以城堡時代沒有直接打一個ALL IN一波 所以導致後面經濟直接被拉開 拉開之後 城堡數量又輸 然後又輸掉這場比賽 這個感覺上 黑拉這個招式應該是有偷練過的 那個薩拉森賣石頭上城堡時代這件事情也是 他都已經想好了他這場要幹嘛 主要的核心目標是什麼 他都已經想好了 後面奴賓雖然轉的比較慢一點 強奴到很後期才點 但他中期用這些大肉馬跟駱駝 還有戰馬兵守住了VIPER的一些配兵組合 例如這個騎士或打拉和騎兵馬公這個組合 他用駱駝跟戰馬確實就可以組下了 然後之後再轉出一些強奴打後期 確實讓他的經濟會比較好過一點點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